主料,低筋面粉50克,泡打粉1克,无盐黄油50克,细糖50克,鸡蛋1个,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,无盐黄油格水融化备用。 鸡蛋打扫后,加入细糖,将全蛋液与细糖混合均匀。 低筋面粉,泡打粉混合过筛,分三次往蛋液里加入过筛后的粉类,用蛋虫轻轻混合均匀。 混合均匀后的蛋糕糊略有光泽,看不到粉类,分三次加入融化后的黄油,每次都要完全拌匀才加下一次。 拌匀后的蛋糕糊静止10到15分钟,将蛋糕糊倒入裱花袋中。 蛋糕糊相对较稀,标花袋前断点一个较小的口,方便控制几出的量。 将蛋糕糊加入满的零模具酒分埋,放入预热好的烤箱,一个个小肚子鼓起来,就算成功了。 烹饪技巧 一,使用的模具如果不是防粘的,可在模具上先刷融化后的黄油,撒上额外的滴粉,也可以用食用油替代黄油,使用食用油时无需再撒粉。 二,鸡蛋与黄油不易混合均匀,除少量多次加入黄油外。 鸡蛋在使用以前恢复室温也很重要。 三,黄油融化后,可以继续隔温水放置,避免室温降低黄油重新凝固,再使用前保值融化状态。 四,鸡蛋与细糖混合时,注意是混合后,不需要打发。 五,加入粉类半语即可。 不要过度搅拌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